高中特色招生考试昨天举行 全台有11所高中办理 其中师大附中今年是首度加入 开设了资讯科学特色班 预计要招收40名的学生 而有不少学生是跨区报考 预估录取率有3成5 终身响起大批学生进考场应证 师大附中今年首度加入高中特色招生 要开设资讯科学特色班 吸引一百多名考生报考 今天两节测验科目 分别是考数学和运算思维能力 前面是蛮简单 后面比较难 后面要花多一点时间 难是在计算 就是要想的比较复杂 面对考题部分考生是写得得心应手 能参加这次特考的人都已具备不错的 数理能力 因为附中特招的会考门槛 要求数学科要达到A++ 且其他四科达到A++的成绩 预计招收40名学生 有不少考生专程跨区报考 附中希望能招收到逻辑 和创造力强的学生 我们今年是有112位来参加考试 那其中是有9位是5A++的学生 那而且我们有全国跨区的学生 有6位那实际上来讲可能我们今天的门槛 是考量考量一下当中是否可以做调整 我觉得这个可以去思考 世大附中的资讯科学特色班 今年预估入取率为3成5 未来校方将和微软和IBM合作 引进企业资源从高中扎根 来培育资讯人才 记者蔡桂林辰博裕台北报道